所謂公務員 職等 然後他們什麼退休啊 從來沒有付過一毛錢了 這樣子的制度值得我們參考 那剛才這個傅律師剛好提到了 一個日本的官制 日本是文官制 世界上兩個文官制 第一個 德國 第二個 日本 那剛才這個傅律師說 日本二十幾年前 對不起 日本在明治天皇 明治維新之後 他就已經辦了這個 所謂文官制跟退休制 所以家父這個七十年前 從那個小學教師退休的時候 他就已經有所謂恩級 就是那個年公奉那個年金制 所以他們用那個 還有很多人領到什麼郵政儲金 這些個制度都是日本創施的 還有剛才這個傅教授有提到一個 說納稅是人民的義務 錯了 拜託各位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制定憲法的國家 美國的憲法只有保障人民的權利 權利 權利 可是我看過他的憲法內容 從來沒有一個字提到人民有什麼義務 那個真正的叫做民主的憲法 我們這邊以前從小我們就學說 國民有什麼納稅的義務 服兵役的義務 甚至還連受國民教育都是義務 錯了 那個在美國通通都是權利 納稅是人民的權利 不是義務 服兵役是人民的這個權利 所以在美國沒有任何一個人說 被政府追稅 追到還要坐牢啦 那個最近我看到只有十八 上面有一個叫什麼 稅災是不是 美國沒有嘛 因為他們發明的那個制度呢 人民如果繳了稅之後呢 政府他收到稅的那個單位啊 馬上一定會寄一封信給你 說 這個謝謝你繳稅了 那然後他的所得稅 唯一的那個稅呢叫做所得稅 聯邦稅 他們繳了稅之後呢 他們繳稅的方法就是政府很小 美國聯邦稅那個IRS單位很小 那他所有的那個人民該繳怎麼繳稅呢 都是外放的那個叫做納稅代理人啊 報稅代理人 謝謝 唐先生滿有 你有什麼問題 還有兩個很簡單 一個剛才大家都在談著說是這個肥貓 他們那叫什麼所得替代率是不是 美國的制度呢叫做納稅替代率 稅付替代率 你繳了多少稅 那以後按照那個比例 所以你不管你的所得多高 完全看你的這個繳稅 那所以最後呢 我們剛才講到說是這個缺口 資金的缺口你說幾兆嘛 完全正確 那怎麼辦呢 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台灣民政府來接管之後 台灣民政府有講 一旦接管了之後呢 這個他要用四十萬對一的方式 讓那些非台灣人的現有的所得 回歸到那十幾年前 六十幾年前的四萬對一 他說用那個方式 謝謝多倫 謝謝唐先生